大理农田爆发污染事件 已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为此立委何欣纯再度邀请相关单位 针对这段时间的调查以及协商结果 来向农民报告 环保局硬起来 在这一个月大动作日野鸡茶 目前仅掌握排放废水的工厂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是收到污染的土地 能不能在这两年的休耕期 重拾其他用途 这一般小树苗那种 应该是合乎规定 这也要改善 如果你交给我们帮你做污染改善 一年到两年之内就把你解除列管 你所有问题都解决 那你要种植非食用的部分 人家也会怀疑你说会不会有问题 他要不要买 你商业上面的销售会有问题 环保单位虽然不建议农民 种植其他非食用性质的作物 不过考虑由农业单位 发给农民波斯化的种子 让荒废的农田变成花海 一方面让农村有美丽景观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土壤 维持一定水准的涵养功能 因为农田是免税的 那还有如果土地移转 会有增值税的问题 也因为有农用证明 农业证明 那我们税捐单位的回答是 这个就当然就不用课税 所以这整个农民的权益 跟福利是受到保障 这也会让我们比较安心一点 由于前阵子提出了补偿申请 到现在还有四成民众尚未填写 因此除了现场讨论的议题 立委也呼吁农民 互相告知左邻右舍 尽快缴交资料 才不会让自己应有的权利受损 记者洪嘉宏他就收到 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